介绍冀州偶来十路段的主要地点 首先,1.河顺金沙海水浴场 河顺金沙海水浴场是广阔的大海和白沙滩引人注目的地方 阳光明媚的时候可以看到细沙闪闪发光的景象 正因为如此,这里才有了金沙这个名字 白沙滩长度250米,宽度80米,雅致且规模小巧 所以可将海水浴场的全景尽收眼底 河顺金沙海水浴场沿着海岸线长长地延伸 在这里可以看到大韩民国最南端的加坡岛和马罗岛 也可清晰地看到以垂吊处著称的兄弟岛 近处还可以见到由奇岩怪石形成的山帆山和龙头海岸 冀州海水浴场中 几处有从汉拿山流到地下的水 从海边涌出的涌泉水 河顺金沙海水浴场也有黑色的细沙和泳泉水 因此可以静享淡水浴 但是也要记住一点 因为海岸向南侧延伸 波涛略微汹涌一些 露营地、停车场、淋浴间等便明设施较为完善 距离此处较近的是于散步的地方 有冀州雕刻公园、烤树、舟山西木江子、金吕梅、红南、金树等 亚热带树种茂密的天然纪念物 安德西谷和哈梅尔纪念碑等 有很多看点 接下来 二、龙头海岸和松岳山 龙头海岸是济州罕见的 由沙岩层形成的悬崖峭壁 临次至笔的地方 几千万年间 层层堆积的沙岩层 岩壁被波涛冲刷 形成奇妙的峭壁 从山帆山脚下延伸至海岸 形成悬崖峭壁的样子 酷似龙的头部 而得名龙头 从龙头和下龙头入口 沿着阶梯走向大海 即可见到龙头海岸 几千万年间 与汹涌的波涛碰撞 由沙岩层形成的断层崖 有着龙偶来 刀刃桥 漏洞石 立石等多个名称 汹涌澎湃的蓝色大海和波涛 沿着海岸峭壁 蔓延的海岸绝景 并非常见的景色 因此更是令人称奇 从波涛拍打而凹陷的洞穴 或岩壁上留下的波涛痕迹 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雄伟 在石鹿段铭声与龙头海岸并驾齐驱的松岳山 与其他山岳不同 多个大大小小的山岳聚集在一起 从规模上看 没有可与汉纳山相比较的大小和雄伟 但是从松岳山顶峰 俯视的周边景观 却不亚于此 因此 这里也是国内外游客 经常爆满的地方 徒步松岳山 可以见到的风景有 马罗岛和加坡岛 兄弟岛 浮现在眼前 大海一望无际地展现在眼前 如同观赏全景画 北侧远望的汉纳山 和反方向摩瑟浦室内 尽收眼底 大海的凉爽触感 是登上松岳山 才可以感受到的魅力 正如潮入里的俗名 松岳山是波涛和海风强烈的地方 山岳的东南斜面上 展现着有火山碎屑性堆积层 和熔岩构成的海岸峭壁 波涛碰撞在峭壁上而哭泣 因此得名 沉入里 沉是冀州语 以为波涛 冀州人将波涛汹涌 表现为沉在哭泣 海边峭壁上 还残留着日本帝国主义时 挖掘的日本阵地洞窟 是可以回顾 大韩民国悲痛历史的地方